一般劳工大众最为熟知的劳工保险 只要符合在职年龄与条件都是家保的对象 不过一般人对于就业保险就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其实劳保与就业保险是截然不同的 那雇用员工数不多 在劳保的部分就不属于强制家保的范围 但是有受雇的事实的话 纵使他雇用一个人 他也是要帮这个劳工家保就业保险 依就业保险法规定 只要雇用员工一人以上的事业单位 就是就保的强制投保单位 15岁以上至65岁以下 受雇的本国籍劳工 还有依法在台工作的外国籍配偶 大陆和港澳地区配偶 都是强制参加就保的对象 如果雇主没有按规定来帮劳工申报家保的话 当然就是发生事故 当然雇主非常责任 那就没有家保的部分 我们劳保局接货劳工的诚情 会去做查证 查证之后 如果属实 那就雇主的部分 劳保没有家保部分 会罚雇主 四倍的罚员 就这劳工他这个月 应该投保的保费 雇主负担的保费 罚四倍 那就保部分呢 他没有帮他申报家保的话 雇主这一部分 就保就要罚十倍 没有一定雇主或自营作业者 是无法透过职业工会参加就业保险 另外除了事业单位的雇主跟外籍员工之外 有三种对象也不能参加就业保险 依规定应该参加公教人员保险或是军人保险的员工 已经领取劳工保险老年给付或公教人员保险养老给付的员工 受雇于依法免办登记 且无核定课税或依法免办登记 而且无同一发票购票证的老板所雇用的员工 大部分的受雇员工同时都会有劳保跟旧保 旧保的费率目前是1% 通常都含在劳保的费率里面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 今年的保险费率是10% 其中的1%就是就业保险 东台新闻张家伟台东时报道